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力太大 所以说我自己心里明白 诱饵实学 也没怎么念过书 也没文凭 凭什么郭德纲跟人去论 论不敢说 其实就是借这个小平台 跟您各位聊天 既然是聊天 那就可对可错了 聊的时候咱也不是说 每一句话都得对 闲聊天呗 有一大 无一大 就是图个乐吗 你也可以左耳的进右耳的出 反正你要是右耳的出来 我待会左耳头再跟你再说回去 哪有这样 这两天聊天天 因为也一直在有时写点东西什么的 就是写来写去 竟写这个明朝 清朝的一些个小典故 涉及到这么三个说法 从龙入关 引龙入关 富龙入关 清朝嘛 它是外族入关 打下来的江山 我觉得这 这仨词挺好玩 这关呢 指的是山海关 因为到现在咱们还说 关里关外 关外指的就是 山海关以外 东北三省 关里呢 你就进来了 河北省啊 天津呢 这叫关里 到这边 那过去这个龙呢 过去 封建社会嘛 说皇上都是龙 那个比如从龙入关 这龙指的是顺治皇帝 那会儿八旗子弟经常挂在嘴边 我们这都从龙入关的 八旗是满清的那个部队编制 这个能够打进中原 得到了大汉江山 考的是八旗子弟兵 这个八旗的创立者啊 是清朝这个创业的祖师啊 诺尔哈赤 八旗是正黄旗 香黄旗 正白旗 香白旗 正蓝旗 香蓝旗 正红旗 香红旗 在这个皇太旗的那会儿啊 正黄 香黄 正蓝 这三旗是属于皇帝 这叫上三旗 其他的正红 香红 正白 香白 香蓝 这五旗 这属于是下五旗 是秦王啊 贝勒呀 这些人统领 到了顺治呢 由于这个多尔滚掌权 他把自己统领的正白旗 取代了正蓝旗 抬入了上三旗 这个 尹龙若观 那个怎么说呢 这就是吴三桂 李自成打进北京城 吴三桂呢 本来要投靠李自成吧 当然各种说法都有 那太细致 咱们就 今天就不聊那个了 但由于这个 陈元元备战 当然这个也是 众说纷纭 各种解释都有 但这个说法 说的就是陈元元备战 吴三桂 重关一怒魏红颜 调转马头 投奔了清军 把清兵引到关里来 所以这叫 引龙入关 反正没有吴三桂 大清能不能入 主中原 其实还真是两说着 所以后来 为了赶念 吴三桂的功劳 清朝定顶中原 封他一个平西王 让他独占云南 当然到后来 这康熙 小帆 吴三桂又 冲冠一怒 反叛朝廷 他这个反清复明 但是他失败了 失败了 傅龙入关 说的是多尔滚 这个 多尔滚呢 可以说是 为了江山 费尽了九牛海马 要不是他的话 能不能入主中原 这不好说 他这虽然说不是皇帝 但几乎就是皇帝的爹 连孝庄太后 都下嫁于他 当然 这么一说 顺治皇帝那会儿挺压抑 我们小的时候 学相声 当时还有一故事呢 算卦 多尔滚 带着六岁的顺治皇帝 弗林 进北京 到京郊啊 有个地名叫青龙桥 马路边上坐着一个老头算命 这老头是师母的盲人 没有眼睛 坐在这儿 这挂摊呢 挂着一幅对联 啊 多尔滚过来看 一小队脸写着呢 眼瞎能鸣 古往今来世 手残善断 吃男怨女情 算算吧 你算挂的 我算挂的 关外的这个军队 快打过来了 能坐天下吗 算命这个盲人啊 连奔都没打 能坐 哦 能坐多久呢 哎 我跟您这么说 得之于摄政王 失之于摄政王 得之于孤儿寡母 失之于孤儿寡母 得之者摄政王 那多尔滚呢 那孤儿寡母呢 就是孝庄 跟这儿子弗铃 也就是孙治皇帝 失之者摄政王 就是到后来 宣统皇帝 溥仪的父亲 宰封 孤儿寡母呢 就是龙玉太后 和宣统皇帝 溥仪 这是我们当年学的时候 有这么一说法 当然这个玩意儿 谁敢保证 当时准有这么一故事 只不过就是 孤王廉治 孤王廷治 类似这种传说 还是很多的 你包括顺治称帝的时候 蒙古来一高僧 前来祝贺 顺治就问了 你给我算一算 大清朝的国运 高僧给算了 十地在位 九地求 还有一地在幽州 十地在位 那正好您算吧 十地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志 光绪 宣统 九地求 指的是光绪 被囚禁在营台 还有一地在幽州 指的是宣统 在幽州的北边 当着满洲国的皇帝 这个 咱十瓦 如果真是这高僧算的 那就不只是算了 那就活神仙 这就是 反正这些年 不管是说相声也好 说书也好 其实 明朝和清朝的故事呢 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每一个人撑出来呀 都能聊好半天 我觉得真是 太好玩了 所以说 我有点工夫 愿意看看书 那今儿咱们就可以聊一聊 比如说明末清书 或者是一个文臣武将 或者是民间议事啊 咱随便聊随便说 哪不对您各位呢 您就提一下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聊一个人 这人的名字叫 茂屁江 这其实都知道 大文人啊 他家是南直立 过去分南直立 北直立嘛 他是南直立 扬州府 泰州 如高县的人 出生是明朝万历三十九年 这家里边人家是做官的人家 就咱们老开玩笑啊 书乡门帝换官之后 只不过人家这书乡门帝 官换之后 从小就跟着他爷爷 他爷爷就做官 在爷爷的认所就读书 十四岁茂屁江就出了诗集了 这玩意多厉害啊 我们见过那个说像同行 十五还尿炕的还有呢 你看人家 所以说那会儿 他们家是个明文望族 也是一个文化的世家 但是呢 怀采不语 茂屁江 他叫茂乡啊 茂乡茂屁江 1627年到1642年 他一共去了六次南京 乡市 六次落地 他连举人都没捞着 你说这么大能力 写这么些书 这了不起的人物 谁都认为他得成 但是去六回 六回没靠上 心里觉得别扭 当然那会儿环境也不好 因为明朝从万历那会儿开始 可以说就是江河日下 尤其太监专权 朝里边的文臣武将 也都心不在焉 就在这个状况下 所以说他怀采不遇啊 或者落地也在意料之中 你后来就成立一个 附设嘛 附设可能您各位也听说过啊 这个茂香茂皮江跟张明碧他们一块 而且他跟这个陈真慧 方一志 侯朝宗 这都来往 很密 交情都不错 人管他叫四公子 在一块 要不一块喝酒 一块聊天 结婉出游 要不一块写诗 抨击安党 或者是讨论国政 希望能够国家富强 挽救什么国家威王 是这么一个州 茂皮江这一辈子 反清复明 而且呢 我记得咱们那个伟大领袖 毛主席还曾经给他定论 夸过他 说这个所谓的明末四公子里边 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 要算茂皮江 茂皮江比较着重实际 他这个清兵入关以后 他就隐居山林 不适清朝 全劫而终 也就是说 不管茂皮江其他地方如何 人家大劫不亏 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了 这个刨去了他的大劫之外 这个茂先生呢 最大特点就是感情很丰富 那他这个婚姻呢 爱情生活 那极具传奇色彩 哪位拍电影拍电视剧的 那您就拍一拍茂皮江 怎么呢 就说有资料可查 有文献可以记载 官方承认的 他在家过日子的 连妻再妾 就得有十多位 咱这么说吧 秦怀八宴 那了不得 他一人就占了俩 茂皮江 那会儿结婚也早 不像咱们现在 婚姻法规定 二十几二十几 当年没有 茂皮江是十九岁成婚 那会儿是明崇珍的二年 他娶了个媳妇 这媳妇呢 家里也是做官的 是这个中书社人 苏文涵先生的三女儿 叫苏元芳 当然也有的资料 写着说是苏元珍 这两者都有 咱们就从大伙一块说吧 你们就要说这个苏元芳的多 来 娶吧 人家挺愿意 茂皮江啊 小伙子这么好那么好 长得也漂亮 白白结结的啊 大才子 嫁给他吧 就把苏元芳娶过来了 过门来 后来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闺女 这苏元芳这个媳妇呢 是湖北人 比茂皮江还大两岁 这是当年茂皮江的爷爷 在江西惠昌县 当县官的时候 跟人家苏家订了娃娃亲 那会儿茂皮江才三岁 因为呢 当年讲的这个爱好做亲嘛 这我们家的孩子挺好 我觉得你们家的功力也好 得了 就让他们俩人结婚吧 大人觉得合适 就不管孩子合适不合适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是茂皮江 正式结婚 而且这个苏元芳呢 能画画 现在有那个 他当年画的画存世 您上拍卖会 您上哪 上网您搜搜 有这个资料 这个在当年来说 男的他三妻四妾什么的 是允许的 所以说也很正常 茂皮江这个感情生活 就正式开始了 除了媳妇之外呢 他在崇祯的三年 他结婚是崇祯二年 转过年来 二十岁了 茂皮江 到哪 到南京秦淮河畔国子健 参加乡试 这个您各位了解这个立立地理知识 您知道哈 十里秦淮这个南岸 他这个地方 他离着那个贡院的 他很近 而且这边 明记云集 当时举子们最爱去的地 茂皮江在这 就要认识一个特别有姿色 漂亮都不行了的一个女的 那是明造秦淮 王家三胞胎里边的二妹妹 叫王杰 姓王杰 就是杰约的杰 当然人家有时候一说 他就是王杰娘 因为那会儿嘛 这个女孩后边加个娘字 杜师娘 李师娘 这么意思 所以管他叫王杰娘 这很多诗很多词里边 都提到过他 这茂皮江很爱他 你想这家三胞胎呢 仨姑娘呢 我估计他为什么选择二姑娘 就是大的太大 三的太小 二的最合适 哈 当然后来这个 王杰也没有嫁给他 后来嫁给杨州人 哈 那是另一回事 这都一笔再过 在跟王杰同时交往的时候呢 茂皮江还认识秦淮和陶叶肚子 有一个 唱南曲的名记 叫李湘珍 湘就是湖南的那个湘 李湘珍自血医 在南曲里边呢 称他为李师娘 据说长着皮肤特别的白 人呢也乖巧 眼睛的那混说话 哈 因为秦淮八艳 他本本不一样 有一个版本的秦淮八艳里边 有这位李湘君 这个茂皮江在南京 就是在金陵的时候呢 到李师娘这儿 就是到这个李湘珍这儿来 待着时间很长 他称得起是 红颜之机 而且李湘珍 轻易的还不去见客人 很尊重自己 很金贵 弄弄的就装病 我身体不舒服 也不化妆 也不早吃 保姆呢 家里的老宝子呢 还挺好 就很联系他 得了吧 所以经常的呢 婉言谢客 说您趁多少钱 多的身份来了 对不起 姑娘不舒服啊 你改天再来吧 可是茂皮江只要是来 李湘珍 哪个高高兴兴 远街高盈 您这么算啊 从崇祯三年 到南明的洪光元年 这个茂皮江 六次上金陵乡试 都上他这来 而且资料上说 还跟他这 学唱昆曲 学唱这个昆腔啊 唱这唱那个的 崇祯十二年乡试之前 当时的考官学史 尼的人 叫尼三兰 出了三十到十文题 每个考生都得做 而且是在进考场之前 都得交稿 茂皮江在这多忙啊 白天应酬 白天应酬 晚上还得上石娘这来 上李湘珍这来 啊 每天打一个副稿 他一个月里边 就这三十篇文章 写完 所有人交口称赞 很厉害 一直到五十年之后 那北江 回忆自己 这段历史的时候 还曾经写下来的 啊 说这个 韩秀摘身远待楼 十年憨慕此方游 美行烟士 花难想 艳作香薰 悦一愁 朱雀销魂 迷碎寺 清晰绝代 尽荒丘 民营薄幸 望前梦 何处从军 说起头 可见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 很值得怀念 这个除了 李十娘之外呢 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 也跟茂碧江 关系非常好 就是陈圆圆 啊 另外陈圆圆 董小婉 这都是秦淮八雁呢 啊 整个秦淮八雁 他一个人 占俩 崇祯十四年的春天 茂碧江 途经苏州 然后呢 就有朋友推荐 说我们这儿 有一个陈圆圆 茂米如花 就去见了 哎呦 这一见之后呢 一见之后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就指着他们俩 这是春天 到了秋天 他又去了 而这回呢 是茂碧江 带着自己的母亲一起 又见到陈圆圆 当面就说了 我娶你 那我要娶你 你得嫁给我 那么 说的是转过年 可是到了第二年 二月的时候呢 出了点事 啊 陈圆圆 让人给买走了 谁买走呢 反正一个说是 田贵妃的哥哥天婉 还有一个说是 当朝国障 家定伯周葵 这周葵就是后来 崇祯皇帝 没钱打仗 要求大伙 文物群臣捐款 表现最差劲的 那个人 就周葵 那是另一个故事 反正传说就是 这俩人终于一个人 把陈圆圆埋走 埋走干嘛呢 准备拿了京城 献给崇祯帝 但是这事没成功 没成功 就让当年的这个 辽东总兵 吴三桂 纳为小妾 李子诚进京 这陈圆圆呢 又让大将刘宗敏 给掠下了 这才惹得 吴三桂 冲官一怒 魏红颜 引清兵入关 所以要没有这个事呢 可能最后 茂北江呢 就娶了陈圆圆了 陈圆圆是 昌州府武进县的人 当然也有人说 说的是苏州昆山人 这就很难说了 各种记载都有 到了晚年的时候呢 就是顿入空门 法名叫寄静 出家了 死在云南 陈圆圆其实本名 不叫陈圆圆 他姓 行啊 就是德云社有一说像 行文昭先生 他姓行 他们两家就没有关系 他领说啊 家里穷从小呢 就卖给这个姓陈的一个戏辈儿 啊 这才奴随主姓 改姓的陈啊 住在这个心怀这儿啊 所以说陈圆圆跟董小婉 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两个人没能够在一起 但是一说 冒陈圆圆最重要的就是跟董小婉的这个这段爱情 董小婉是苏州人 他出生在哪儿 苏州有一个董家秀庄 我不知道你哪位对这个秀活感兴趣啊 苏州那个秀呢 叫苏秀 还有北京的这京秀 还有潮秀啊 这个四川的鼠秀啊 广州的什么乐秀 他每一个地方的秀活呢 风格不一样 这个苏州的秀活 你看包括现在我们唱戏 有时候这个衣服呢 就是哎 这是有这京秀 这苏秀 你看北京秀戏装 咱们唱戏穿的蟒袍龙袍 他特点可能是大气庄重 那京朝嘛 是吧 苏州的呢 他文人多 所以他那个秀活呢 雅致细致 啊 他不一样 这个董家秀庄在苏州生意很形容 据说当年就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 这个东西你别看 哎呀 是个秀活的 手艺人 但是他接近绘画艺术 所以他们家呢 这董家呢 也算是有点书香气息 这个董小婉这母亲呢 姓白 那他老爷呢 是个秀才 那书也传给了女儿啊 后来这女儿嫁给董家 生一闺女 就是董小婉 董小婉名字叫白 叫董白 号叫青莲 姑娘长得好看 母样也灵啊 到哪都好 父母呢觉得 嘿 这孩子们得调调出来得才得俱全 看这个玩意儿 天有不测风云 董白13岁这年 家里边出了事儿了 第二次 它里边是一批 哪头站 可 governors 二组 红尼 两门 三老 董白 再建立